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9月19日 已經是星期二 JPEG JPEC加密貨幣 這件事 牽涉越來越大 我們看到經濟一周 一個 財經的網站 他 就把這個 跟虛擬貨幣這班人 的種種關係 就做了一個表 然後 他們把他們穿穿埋埋 原來 牽涉到 不少東西 包括 上市公司 老千古裝家 微信女 造市集團 江湖人物 甚至乎 連蕭若元父子都牽涉其中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牽連很大 究竟 現在這班做加密貨幣 是不是以前倫敦金那班呢 其實我們知道有些古惑仔 他們走到金融 有些古惑仔做的是甚麼呢 第一是做倫敦金 因為 打打殺殺沒有前途 收拖地沒有前途 賣K仔沒有前途 他們 踩入金融圈 踩入中環做金融 他們已經是變成一班 穿著西裝的古惑仔 現在 做加密貨幣又或者 做金融詐騙 是不是等於 以往的行股惑呢 我覺得是 因為 古惑仔也要與時並準的 今天我們 揭開這班 行股惑的背後 首先 我講講經濟一周 有篇文章 分享了跟大家 講講 講完之後 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他說 近年 20利息吸引私大叔投資虛擬貨幣的 JPEX JPEX 爆煲 很多苦主 基本上是躺在身上的 現在哭訴要自殺 外面傳媒 忙於說誰割席誰撇清關係 但背後 這個老闆 是沒有人去起他的底 所以經濟一周就搜集了一些證據 決定被人打的危險 抽出相關人物 一個不能少 當然 我就這樣看了 他好像也沒有找到真正的幕後老闆 不過 跟幕後老闆有關的人士 其實 甚囂塵上 因為其實最近大家知道 老千古莊格來去去的那幾個老闆也是只有一個 然後 當然不單只是他們 他們很多時候就跟黑社會合作 有些出來做倫敦金 有些出來做微信女 有些出來 炒股股價 散貨 也是類似這樣 現在最好賺的就是加密貨幣 你看到弊少爺參與 你也知道肯定是老千 不用說了 難道你告訴我這些日子是可靠的嗎 好了 他列了幾點 全部都是來自公開資料 他就 跟大家 把關係圖拆解 第一 今年6月 協同通訊上市編號1613 跟JPEX合作 令一直神秘的JPEX露出蛛絲馬跡 協同通訊已經連續四年虧損 由委任莊天任 做公司聯席行政總裁一個月之後 隨即宣布跟這個合作 很明顯他們關係很密切 當日估計即時炒高 而莊天任曾經是做過 獨立非執董的國貿控股 8428 也是微信佬 專門去炒這些股 實際上他們一定是同一個詐騙集團 第二 JPEX合作公布第二天 協同通訊開市即是 即是狂升1.3倍 兩天之後 Seekers 即是聯交所的 持倉的數據 飆升當日 由富石 金融 2263 全資擁有的 皆負達證券 減持股份0.93% 而同一天 散戶為主的富途 持倉上升0.58% 即是散戶就接了他們大半的貨 當時的持股量仍然有12.2% 翻查這個皆負達證券 持倉 也是以世價股為主 其中持倉最多的叫帝王神業1950 拿著18% 前清深藍科技 去到2020年有微信女 借王國英名義 在社交平台派號碼 唱高散戶 最後單日9.8成 今年再五合一 之後再公股 協同通訊就是他第二持倉比例最多的股份 即是 帝王實業 協同通訊 這些其實 都是 同一個集團 還有國貿控股 當然 莊天任在21年7月擔任國貿控股的獨立非執董 公司同年11月委任何愛群做執董 並於同年12月獲阿士特朗金融 編號8333 售出800萬的認股權 阿士特朗金融和迷網股 尤其是曹桂子旗下的 康健國際好關係密切 康健曾經配售5億 港元股份給亞士特朗 很明顯 他們 越來越找到出來 跟曹桂子有關 亞士特朗主的股東 吳有聲 另外一個 亞洲聯合基建收購 當然 曹桂子也是董事 曹桂子旗下的一堆迷網股 一家叫護魚中國8081 現在改了一名恆泰語集團 他曾經在17年收購由吳有聲持有的 Evaful Harvest Limited 是一家私人公司 好了 另一邊商 去到蕭若元 蕭定一副子 他當時拿著的HMVOD 編號8103 在21年9月 就跟JPEG 簽了諒解皮膜錄 當時8103最多投資500萬美金 JPEG會提供軟件和系統 讓公司用於處理加密貨幣 和非同質化代幣 現在玩完那一隻 但在22年5月宣布取消計劃 首流風聲 即是說 蕭定一這家公司也有 跟他 合謀 另外 蕭若元 拿著 3D數碼娛樂 由亞視 當時707買入 29部 當時亞洲電視劇被707收購了 買了劇集 其實當時應該還未賣給他 去年 另外一個馬拉幫 叫賴彩雲 也扔了一筆錢出來救亞視 最終 也是搞不定 哪能夠救 他 揭露了一大堆東西出來 究竟 是不是那個幕後老闆是曹桂子 現在還未有人知道 還未有人證實 但是 其實 我想 來那個 真正的幕後人 是不遠的 因為這家公司周圍註冊 大家都不知道他真正老闆實際上是誰 只是 只是 清楚的 就是他用一大堆胸殼 用一大堆人頭去撈 不過 始終 你要找人幫你 抬轎 因為很多時候 大家想想 以前做微信女 要把股票踢高 炒高 還要派貨 做過程序很長的 而且 從這個部署 炒高股票 然後 散貨 叫人們入貨 散貨給他們 從而中銀賺錢 其實也不及 現在的加密貨幣 現在的加密貨幣 直接告訴你 你們入錢下去就可以了 只是派彩給那些小艇 誰 帶人給我們殺的 我們就給你錢賺 例如林作這些 你帶人給我們湯 我們就給你勇金 那些人 實際上他到底是否知道這些東西呢 我認為他也未必百分百 他認為是靠得住 可能信了他 如果不是 用自己的手袋 帶人給你劏 分那麼少錢 其實70多萬不是很多錢 大家想想想 林作我估計他的戶口 他入錢 可能也入了過千萬 你劏給我劏吧 如果早知道我自己劏吧 我拿錢走路 我收你幾十萬佣金 我害了一大班人 其實我覺得 我當是幫他說話 別說經常都冤枉他 我當幫他說話 他也 未必知道是真的殺豬盆來的 因為沒有得拿回 如果沒有得拿回 不如林作自己來吧 我不如我開檔東西 收你一兩億 我自己走路 因為這些人 本身在香港有家業 林作不是沒有家底的嘛 他家有幾個物業 加上值過億的嘛 既然中國會降了 現在樓價 價低了 雖然滅一億 如果有自己這樣的身家 如果你是為了騙過那些三千萬 你現在矣 ver Tabii 告訴我 你是為了騙局 他繼續錢運作 他認為 他是 在做生意 他不覺得他是騙局 或是參與騙局 這是我良好意願 如果他是明知道的 他還推人去死的 這個就真的很黑心 你不是分得多 我們說回微信女一樣 叫人家 炒那些微信女推介的股票也是一樣 但那些股票就輸不完 買10萬可能有10萬多 只剩下5千的 什麼都比加密貨幣 或者倫敦金 倫敦金是沒有了 斗鈴也拿不回來 全部都輸了 那也有一個過程是輸了 賣10萬元下去 變成輸了一個過程 做一些假單給大家看 一晚做了兩萬次交易 什麼都輸了 加密貨幣 情況也很遲 跟這個出來 走鼓劃的分別呢 走鼓劃的分別就是 他們找明星 進南美女做包裝 然後找明星做代言人 我們明星也來賣廣告 之後 還在 地鐵站 各個地方 又賣廣告 然後電視又出了這些東西 告訴你 有多大規模 有多靠得住 最終 如果騙了10億 他的規模 不算很大 因為香港人很有錢 不只騙10億 其實可以騙多一點 為什麼現在這麼快爆破呢 就是證監會 再給他這樣吸錢下去 很多人受害 會死很多人 所以證監會這次 相對來說 我覺得他算是做得好 你見到陳怡那些是傻子 證監會 幸好現在做事 如果 讓你這檔企業運作多一個月 不要說多了 做一個月 我猜 已經可以有50億的入金 因為你明不明白 好像林作 他好事也做不到 壞事一定做得很成功 很出色 接下來開檔一個月 我猜 我猜 可能是 3、57億 然後 不只是他 其他人 可能 整體香港市民會損失50億 所以證監這次 是 做到事了 因為如果你不是做這些事 全世界都覺得你們是垃圾 你們已經放過很多古壇大鱷 真正的大鱷 你們全部抓不到 全部抓到 乖學生 全部抓到乖學生 意思呢 抓黑社會永遠 抓到老人 永遠都可以躲在後面 這次更簡單 當然 這個是經濟一周 他們找出來的 究竟幕後是不是就是曹桂子那班人呢 是不是這個集團呢 我不敢說 但是 從這個 經濟一周裡面的分析 我有理由相信 跟他們是有關的 老蕭有沒有關係呢 兩父子 有多不少的關係 如果你說 是不是百分百有份呢 我不敢說 這班KOL 實際上 就是他們 為了錢 甚麼都做得出 有危險的事 說真的 任何有機會害怕我們都不做 例如 之前我看到有留言 你們推介了甚麼幣 我們從來都不叫人家買幣 有人說 你們是派幣呢 派幣呢 你有沒有把一個斗令出來 你有沒有把斗令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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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我入了1000萬跟你買派幣 我就是騙你 派幣呢 大家都不用付出的 你每日按一次 你都可以把斗令出來 building 都可以把斗令出來 跑到你的戶口 也是在你的戶口 不是關我事 我們推介別人 去挖這個幣 都是 你自己擁有之而 幫我們增加到我們的流量 讓我們的可能 會比你多 因為我們要多人幫你 那麼實際上大家有沒有付出金錢呢 你有沒有花過錢 就算它不值錢 沒有所謂的 我們當時也預算了不值錢 不要緊 反正也不會花錢 不過呢 對於這個 現在所有的加密貨幣 我們都很有保留 因為 當 騙徒利用這件事成為 詐騙的渠道的時候 我們也不希望助長他 或者 讓人家不會覺得 有些都是安全的 總之我們告訴大家 用錢買的 這些風險很大 你如果要投資 你一定要清楚你在做的事 你不是投資 你是投機 你是賭博 當你賭博 其實你願意賭博的時候 你就不能拿人家 最壞是你 你就教我賭 要不然我現在不用破產 千萬不要說這些東西 因為這是個人行為來的 我們一直都說 賭博就沒有必勝 大家千萬不要躺身 你 喜歡躺身的是你自己的問題 我們一直都勸人家 好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裏 現在香港的 賺吃艱難 連古惑仔也沒有生意 所以古惑仔踩進金融 現在 做金融這班 詐騙的這班 之前做股票的微信女 現在就做加密貨幣 總之 大家要小心 利大本無歸 我們一直都強調 說了很多年 大家千萬要小心 不要 中了這些 圈套 因為 我們其實 每天都收到不同的網友 也好 有些email 發給他們 想我們在那裏下廣告 我們拍片介紹 說加密貨幣 我們聽到我們 不會接受的 第一 我們不希望我們 想做免費模式 我們也希望 賺YouTube的廣告費就算了 因為如果任何 在我們台上出現的廣告 我們也要對他負責 YouTube就不是 YouTube是自己排的 不關我們事 如果我們自己去推介 除了VPN 我們也會負責 因為VPN 對我們有贊助 大家也有這樣的需要 因為遲些可能 你不上場上不了 看不到我們節目 現在香港議會 已經要用VPN在香港才可以上到 你不用VPN上不了香港議會網站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6部曲 我們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謝謝 拜拜